通知廚房 Yo 大家好 我是通少 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白咖哩豬扒 我特製的白咖哩汁 再加上我非常受歡迎的香茅豬扒 兩隻合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香茅豬扒 我之前已經拍過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短片 在這裏 我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再講解多次怎樣做 如果大家未看過的話 可以留意這個短片的info 我有香茅豬扒那條短片的連結提供 大家可以按下去去參考一下 在這裏都讓我略略講一下 香茅豬扒的做法給大家 首先將豬扒 在肥膏的位置 將筋切斷 然後將它前後拍鬆 然後我們準備好香茅豬扒的醃料 用刀將它切到非常幼細 再加上指定份量的香料 之後就醃它30分鐘 甚至過夜令它更加入味 在醃到豬扒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好白咖哩的料頭 將它們切好 而最重要就是要將香茅拍鬆它 將香茅最底筋部的位置切走 然後將它頭頂的硬脂都切走 我們就要去中間最香的部分 在這裡 香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 至於你說其他的配料 例如檸檬葉或藍薑 如果你買不到的話 不要太過執著 它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除非你是菜蘭先生 可能你吃下去就會發現 少了點東西 好 輪到重頭戲 就是去煮白咖哩的湯底 首先在鍋裡或是用一個鍋 用大概1-2茶匙的油 然後用中火將它燒熱 之後將剛才切好的配料 例如紅蔥頭、薑藍薑等等 放入鍋裡 再耐心一點 慢慢炒兩至三分鐘 令到所有的香味釋出 當炒到所有的香料香味釋出 整個都香噴噴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加些雞湯下去 再加上香茅和檸檬葉 將雞湯煮滾 之後你就要加入最重要的 抹沙拉粉 這個香料絕對不可以取締 是白咖哩裡面的靈魂 千萬不要加一些有黃薑粉的黃咖哩 我們是要煮白咖哩 絕對不可以有黃薑粉的黃咖哩 在香港住的朋友 直接買白咖哩粉去用就可以 但好像我們這些 身處在外國的 沒可能買到白咖哩粉 就一定要用抹沙拉粉去代替 抹沙拉粉在一般的印度超市 或者網上都可以買到 謹記要買一隻是不辣的抹沙拉粉 辣的那隻有少少不同 我會深研究過 抹沙拉粉裡面 基本上有齊白咖哩所需要的香料 只要欠缺了一件事就是白咖哩 所以大家要加上白咖哩 然後將汁料煮起 轉小火 煮大概5分鐘 然後關火焗30分鐘 白咖哩汁煮好之後 我們就準備開始煎豬扒 在煎豬扒之前 記得要撲少少粟粉或者麵粉上去 好好保護豬扒 在煎的時候 麵粉或者粟粉就會幫忙鎖住肉汁 煎好的豬扒就不會太粗的乾身 然後鍋裡面 我們加入大概1湯匙的油 再用中大火把它燒熱 記得煎豬扒的時候不要不斷翻豬扒 內心一點把一面煎至金黃 才翻到另一面 大概每面都要煎2-3分鐘 兩面加起來煎大概5分鐘 應該去到7-8成熟 千萬不要煮到10成熟 否則你待會的豬扒就會非常粗 非常乾身 詳細的解釋 可以看回我之前香茅豬扒的短片 在短片的info 就有這條短片的連結提供給你去參考 煎好的豬扒就放上去切熟食的砧板上面 然後等它休息5分鐘 在餐廳吃的時候 它會將豬扒預先切件 但在家吃的話 切不切件就沒什麼所謂 隨你自己喜歡 之後我們在鍋裡 就加入隔好渣煮好的白咖喱汁 用中慢火將它慢慢煮滾 之後就加入魚露和黃糖調味 我通宵絕對不建議大家加砂糖 因為味道只有死甜 五級黃糖 有一種蔗糖的香味 甚至你說加椰糖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椰糖比較難溶一點 就要耐心一點把它煮熟 之後就加入指定份量的椰奶 慢慢將咖喱汁煮滾 記得這個時候要試好味 如果不夠鹹的話 就加多一點魚露 又或者你覺得不夠甜 可以加多一點糖 味道調整好之後 沒問題 我們就加粟粉水 跟它賣蟹 這個白咖喱汁就煮好了 接著又是通宵 裝好魚蝦蟹的時間 我要學一下某年鎖餐廳上碟的做法 首先就將煮好的白咖喱汁 倒一半到碟裡 然後上面再鋪上 讓剛才煎到香噴噴非常好吃的 香茅豬扒上去 在豬扒上面再淋上白咖喱汁 然後在上面鋪上大量 在街買回來的炸紅蔥頭碎 洋蔥碎 蒜蓉碎等等鋪上去 再加上大量的青蔥粒上去 見到都覺得它好惹味 想立即吃一口 這個白咖喱雖然叫咖喱 但它一點都不辣 吃下去有非常濃厚的椰奶的味道 而且它甜甜的 真的非常好吃 再配上我通宵的招牌香茅豬扒 真是好吃到耳朵都動 以後要吃白咖喱豬扒就可以自己做了 不用再出去排隊了 最後多浪費30秒提提你 食材的份量已經寫出來了 看不及的話 就在上述網址重溫 要知道我的食材用什麼牌子 就看看這個短片的資料 看完整條片都還有不明白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Facebook專頁 或者Youtube留言給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 希望你會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訂閱完之後 記得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最新的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